哈喽大家好,我是飞扬 今天我们来聊聊我们最新公布的八条对美反制措施 8月5号,中国外交部就佩洛西窜台行为正式公布了八条反制措施 这些措施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军事层面的制裁 另外一部分是对美国政府的制裁 首先咱们先来说说军事层面 这个层面主要是包括三条 第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第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第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简单来说就是把国防部层面 战区层面海上安全层面的沟通机制全部都停了 这说明过去十年 两军通过一系列互访交流对峙中建立起来的互信机制 和战略默契已经一笔勾销 两军发生碰撞摩擦的风险直线上升 这对于美军来说还是有点疼的 美军虽然是世界第一 但也不是想打谁就打谁的 必须要服从于政治 也就是说政治家才能决定打谁 而不是军方 但顶在一线的可是军方 在与对手大眼灯小眼的对峙中 有太多的可能性发生了 比如苏联时期的我舰奉命撞击美舰 比如伊朗把美国海军的快艇都俘虏了 但是美国发动战争没有都没有 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始终是要服从于政治 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时候保留一个高层的沟通渠道就非常重要了 底下的小伙子们有了摩擦 上层通个电话互相解释一下 这事就算是处理掉了 如果没有这个机制 按照黑暗森林的猜疑列 很容易造成事件升级 甚至把两个国家都拖入战争 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 中美两国摩擦归摩擦 但这个沟通渠道一直都存在 哪怕是特朗普执政期间 中美两国关系最差的时候 这个渠道都没有关闭 比如2020年10月30日和2021年1月8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曾两次私下联系中国军方 向中国军方做出两项保证 第一美国政府不会攻击中方 也不会采取对抗性行动 第二如果美国真的采取了攻击性行为 会提前向中方告知 这两个时间点非常微妙 一个是美国大选前几天 一个是特朗普煽动对国会的冲击事件时 美国军方生怕特朗普脑子不清楚 借对中国发动战争来挽回选行 所以特地打了电话向中国告密 这件事曝光后 在美国兴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议员指责米利叛国 但米利振振有词 这些最高层军事联系 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 可对潜在的军事冲突和危机进行管理 并防止拥有最致命性武器大国之间的战争 米利的解释也得到了拜登的力挺 所以米利现在还是好好的 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位置上待着 这就是美军一直强调的对华关系围栏 有围栏在就不至于滑向全面战争 而现在这个围栏没有了 相当于美军花了20年时间 跟中国建立起来的军事对话机制也断了 美国军方本来就对佩洛西没事找事一肚子火 现在还要遭受驰鱼之殃 能不对佩洛西有意见吗 在第二部分就是内政层面 这部分的内容包括第一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第二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第三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第四暂停中美禁毒合作等四个方面 这四个方面中美都有现成的协议和合作机制 在非法移民方面 2006年中美就移民遣返达成了框架协议 主要是涉及到偷渡遣返的问题 刑事司法方面2000年中美两国也签署了 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 涉及到中美两国在开展刑事司法协助 以及打击严重犯罪活动方面的合作 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 2015年中美两国也签署了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信息交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进度方面中国与美国执法部门 在这个领域有情报交流 信息共享和案件联合侦查的机制 这四个方面中美各有利益 但总体而言是美国求中国多一些 比如非法移民问题 谁的麻烦更多不言而喻了吧 美国移民局把中国非法移民抓了 怎么处理呢 养着吧浪费粮食杀了吧 太不人道 所以美国就找中国商量 把这些人遣返回去 比如2006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切尔托夫访华时 就向中国提交了288名带遣犯非法移民名单 要求中方进行身份核查 两个月后美国就将119名中国籍非法移民整批遣犯回了中国 现在好了 偷渡的人都是向往美利坚相填空气的 那就让他们在美国待着吧 占个监狱床位也是好的 刑事司法和跨国犯罪方面也差不多 中美没有引渡协议 所以双方的罪犯只能是通过这两个机制来协调 美国对中国要求很多 但对中国的要求却爱搭不理 比如你看美国啥时候主动帮中国遣返过红通贪官 相反啊 却把咱们的利狐人员给抓了 现在好了 暂停了合作 再有斯诺登冲击美国国会的红脖子跑到中国 那就安心待着吧 美国是没法把你们弄回去的 这倒谈不上庇护罪犯 因为我们只是在维护司法主权 尤其是红脖子 它能把民主党恶心死 第七个才是内政方面最牛的 暂停禁毒合作 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禁毒合作不是好事吗 怎么停的呢 其实禁毒没错 只是这个合作机制对于我们来说 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中美禁毒合作的焦点是芬太尼 这个东西是一种医用麻醉剂和止痛剂 但是被美国所滥用 不管得了什么病都给你开个芬太尼当止痛药 结果天天用天天用就容易导致染上毒瘾 当滥用芬太尼的问题成了政治问题 就必须找人甩锅 中国就成为了最佳目标 因为在中国制造芬太尼的原料是个很常见的工业原料 并没有管制 这就好比枪会杀人 但你没必要把造枪的钢铁给尽了吧 但是特朗普却拉着这件事情向中国施压 中国本来就是靠着这些工业原料赚钱赚得红红火火 但是为了中美关系依然牺牲了自己的利益 把芬太尼类药物原料整体纳入了管制 支持美国的禁毒工作 对非法生产相关原材料的 只要美国一个电话就雷厉风行的抓人 比如2017年12月 中国就因为美国提供的一个线索 调集了几百名警力 端掉了一个芬太尼加工厂 中国的好意并没有换来美国的友善 既然如此 何必热脸贴冷屁股帮美国人禁毒呢 只要是合法的芬太尼原料 想生产就生产吧 如果美国市面上的芬太尼变多了 那责任全在佩洛西 第三部分就是气候问题 我们都记得去年中美气候特使会谈后 迅速就全球气候问题发布了联合声明 这可以说是拜登当总统以来 中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重量级联合声明 这对拜登政府的意义非常大 美国人找中国谈气候问题和节能减排 一方面是为了限制中国工业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民主党自己 民主党的基本盘集中在沿海地区 这里的人天天被气候问题洗脑 现在已经形成了PTSD 生怕哪天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 自家房子被淹了 所以对气候变暖非常关注 民主党也一直把气候问题作为施政方略之一 目的就是为了稳住沿海票仓 另一方面 民主党代表科技和新能源巨头的利益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节能减排 有利于美国新能源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 所以炒作气候问题也是民主党讨好金属的主要手段 可是美国本身就是碳排放大国呀 美国老百姓不仅家家都有私家车 人均用电量 人均热泪消费 在世界也是手取一指的 你让美国节能减排 老百姓得造反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捧别人家的羊毛 自己不节能不减排 逼别人国家节能减排 也一样能够保住美国人的海边家园 于是美国就定上中国了 中国人均能源消耗远比发达国家低 但因是制造业大国导致总碳排放很高 所以拜登政府想要推进气候变化的议程 离不开中国的配合 中国本来就是在大力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 利用气候问题 不仅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成本 延缓低端产业向东南亚和印度转业的趋势 巩固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还可以利用中国价格低技术先进的新能源技术 在世界市场攻城掠地 中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次立场 签订联合声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克里回去之后也是大张旗鼓的宣传 在拜登领导下 民主党逼迫中国签署了气候协议 保证了美国海岸线的安全 这是一大政绩 我配合给你面子 是以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的 美国总不能指望一边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又期待中国妥协让步 哪有这种好事 现在拜登的最大政绩没了 中期选举还咋忽悠选民 派洛西欠钱 拜登还债 也给本来就不和谐的拜登和佩洛西二人的关系中 又制造了一个裂痕 这次反制的八条措施 前三条针对军事 中间四条针对美国各个行业领域 最后一条针对民主党 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佩洛西 窜访台湾带来的躺着中枪 那怨谁呢 怨佩洛西去吧 但总的来说 中国没有赌上关于中美关税的谈判口子 没有在经贸问题上做文章 也没有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 说明中国这次还算是比较克制的 好了 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哦 拜拜 拜拜